加拿大多伦多逐渐的松绑疫情禁令 像是日前就有50多位佛光人 热情的响应当地的慈善的慢跑活动 要为癌症研究来筹募资金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民众是参加了封街路跑 为当地的小型公益团体来筹募经费 手拿佛光会旗 身穿佛光会招牌黄色背心 迈开步伐往前走 他们是多伦多协会 劣质文山第一 第二 第三分会会员 连续5年响应当地慈善慢跑 今年一共募得超过2000块加币 只和新台币超过4万元 要为癌症研究尽一份力 非常幸运地参加BLIA 建造这个Terry Fox 1 为患者的患者资金 2 1 Go 明昌起跑同样是为了做工艺 500多位跑者热血响应这场5公里小型赛事 在加拿大多人多街头 边慢跑边欣赏街景 最重要的是要在疫情当下 为当地小型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随着疫情逐渐解封 加拿大多人多中小型集会慢慢松绑 空艺活动也跟着活络起来 不少民众走出家门参加路跑 展开久违户外活动 也希望帮助慈善单位尽快挥别疫情阴霾 因为是加拿大多人多 总和报道 发挥别疫情 在资金区的地方 优优胞 发挥别疫情